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大巴上高原 就是香格里亚那边 从以前读书的时候 在台湾读书历史就是 中国大陆这边的 有藏区 走三步就趴下去 这种前程的那种超胜 到高原的时候就看到这一幕 那时候那种心里是非常的感动的 我终于来到以前读书的时候 看到这种场景 内蒙古那边有到乌伦贝尔 然后到了那间 那边有很多小镇 那也是以前都是印象中 内蒙古的牧民是不是 都是搭帐篷 但是当我去的时候 才发现 祖国大陆这边是发展的 非常的好 牧民是不搭帐篷的 他们是 基本上是盖房子 然后或者是用拖拉机 拖了一台像房子那种 房车对然后带着羊去草原上吃草 对然后再换地方这样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